高工局表示,明日是清明节假期第二天,亦是民俗扫墓的清明节当天,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显示全台多数地区天气良好,预期将有大量扫墓及出油履次,预估国道双向总延车公里为128万车公里,未避免连续假期在国道上塞车,请尽量利用公共运输工具或利用替代道路,自行开车应注意行车安全。 记者杜建仲摄影分享 今天为清明节假期第一天,东西部国道自清晨57涌入大量车流,上午拥塞路段包括国义南下杨梅至新竹系统,彰化系统至浦岩系统,高价中立转街道,校前路,郭三南下树林,龙潭,新竹系统至杰东,沙路,彰化系统,乌日至雾峰,草藤至南投服务区,国南下南港系统, 偷车及国义北上三重,无独与仁德系统,大湾等路段,截至十九时,进国义南下三亿,台中系统,郭三南下通郊,大甲,国南下石定,平邻等路段车多,其余路段大致行车顺畅,国道总沿车公里为102百万车公里,预计本日交通量为122百万车公里。 高工局表示,明日是清明节假期第二天,义是民俗扫墓的清明节当天,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显示全台多数地区天气良好,预期将有大浪扫墓及出油履次,预估国道双向总沿车公里为128百万车公里,预计上午国义南下阳梅, 新竹系统,三亿,台中系统,彰化系统,浦岩系统,郭三南下三亿,龙潭,乌日,雾峰,草屯,民间及国武南下南港系统,平邻等路段将出现车多拥塞,建议预行使国道致民众避开前述拥塞路段及时段,请参考路况预报出入附件。 令本日12时4分,国义南向88.2公里内建二小车推撞,回堵12公里,13时2分,国义南向87.5公里中线四小车推撞,回堵10公里,14时7分,国义南向90.7公里中线二小车推撞,回堵15公里,15时8分,国义南向81.4公里中线二小车推撞,回堵8公里, 对本日下午国道路况影响胜剧。 高工局表示,明日国道书运作是包含单一费率,差别收费,7至12时国武南下南港系统及时定各交流道支南下入口杂道高承载管制, 0比24时国义平正系统南下入口及普沿系统南下入口封闭管制,精进是杂道移控及开放路间等。 高工局呼吁用路人,为避免连续假期在国道上塞车, 请尽量利用公共运输工具或利用替代道路,自行开车应注意行车安全,切勿疲劳驾驶。 路况预报图图高工局提供分享。 路亢预报图图高公局提供分享 路亢预报图图高公局提供分享 路亢预报图图高公局提供分享